好同学们 接下来咱们继续学习 关于相关专业知识 口腔修复学 咱们牙裂缺损部分中 关于可摘巨部一尺 修复前的准备 以及牙体的预备方面 那么其实在整个的口腔修复学 最前面咱们已经学过了 关于口腔内的检查问题 也就是修复前的准备问题 但这部分重点内容 是关于咱们可摘巨部一尺 相关的一些检查问题 以及修复前的准备问题 另外关于可摘巨部一尺 它的牙体的预备 也是一个必考内容 那么其中牙体预备中 咱们终点的整个修复学中 数据是个重点 所以这里边除了 咱们相关专业知识中 考到了关于可摘的预备 这里边重点讲了 何时托的预备 以及咱们这个切直托 再者就是咱们 这个锡卡钩的位置的预备 除了这个之外 在修复学中 考刺牙 包括铸造官 等等的一些预备 都是重点 当然了 在相关专业知识中 这里边没有提及 固定一尺的预备 当然了 你在考第三单元和第四单元中 你要注意看一下这些问题 那么说到这个修复学的准备 首先呢 咱们讲三件事嘛 先是问诊 叫主速 病实 是吧 再者呢 就是咱们检查 以及呢 具体的动手准备了 是吧 那么说到这个检查呀 跟前面讲的几乎一样 但是不一样的地方 咱单独说一说吧 其中强调一下 可摘具备是口内检查 对吧 有口内口外的 对吧 口内重点检查 牙槽级的形态 以及呢 唾液的情况 而口外呢 重点检查口唇的部位 包括捏下和关节的状态等等 当然除此之外 我们可摘具备一尺啊 经常用到什么 模型检查呀 对吧 咱取一模型 观测模型上合架嘛 是吧 上合架 而影像检查 用的不太多 是一个辅助的检查 那么其中 我们展开来说 先说一下 可摘具备一尺 修复前的准备 那么具体的两大方向 一个是关于 鱼溜牙的 这部分的 修复前的准备 另外呢 是关于咱们 缺损的 这部分的 缺失的 间隙的 这部分的准备 首先说鱼溜牙 关于鱼溜牙 涉及到咱们这个 激情牙呀 错位牙呀 对吧 不利于 利一尺修复的牙齿 咱们可以怎么样 选择性的拔除 再者呢 拆除口内的 不良的修复体 必要时呢 咱们前期的做好 这个牙髓治疗 以及呢 咱们这个牙周治疗 对吧 再者 保持 良好的牙齿形态 如果出现 形态 异常的牙齿 我们如果想做 激牙 倒也行 对吧 最好给它套上 犬罐 改型 对吧 来让它完成 这个激牙 让它形成 激牙 另外 对于伸长牙齿 倾斜 伸长牙齿 倾斜牙齿 处理 对应的 采取不同的方式 小的则磨 大的 也可以考虑什么 最好做症基 是吧 不行的话 考虑什么 大范围的磨除 甚至做惯来改型 是吧 那么其中 对于不同的病例 我们参照了这个 每一个点 参照是不太一样的 那么如果说 口内的 基本上 像这个急性炎症的 要处理的吧 对吧 像整个卫生情况 你要搞好吧 你看 目前来讲 像这两个病例 卫生情况都还可以 对吧 在这不良修复体 它也没有涉及到 是吧 在这取病 牙周病的 大致也没有嘛 是吧 基本上就OK了 是吧 没什么太多 可以准备的 除非像有一些 后面咱讲的 过分倾斜的牙齿 等等的 好吧 那么 至于间隙的处理 这一块 就是缺牙区的间隙 咱们要看 缺牙区的部位 有没有这些 骨粗骨能 对吧 犹豫的骨片 如果有 手术去除 另外 看细带 对吧 细带是否影响了 咱们的修复 夹细带 纯细带 蛇细带 等等的 那么上核的和下核的 再者看什么 骨性龙突 是吧 咱们其中上核的 讲了 恶中缝着 是吧 恶中缝着 恶龙突 那么上核节节大不大的问题 对吧 以及下核的 下核有个 四五号牙位置 有个舌侧 骨性龙突的问题 那么再者 牙草脊 比较高抖的 对吧 或者说它比较松软的 对不对 相应的要做一下 松软牙草脊的切除 再者呢 如果牙草脊过低的 咱们可以做牙草脊的 重建术 对吧 严重的 做重建术 如果过度吸收 咱们可以做前天钩 怎么样 加伸数 对吧 切一刀 前天钩 做一个加伸数 另外 有一些炎症的 这个溃疡类的 包括这个增生物 对吧 肿瘤等等的 咱们一定要给它切除 对吧 做好手术之后 咱们再一次进行 那么一时的修复 再取膜 好吧 好 那么刚才讲这个 关于咱们整个的预备情况 关于咱们整个准备情况 咱们可以参照第一大部分 因为那部分讲得非常详细了 所以这里边咱们没必要再重复的来回多说了 但是牙体预备确实是个重点 牙体预备是个重点 关于牙体预备 首先咱们关于鸡牙和鱼肉牙齿条毛问题 第一点 你要消除整个的早接触和核干扰的问题 口内你发现 有些过多过高的牙尖 是吧 过陡的斜坡 是吧 我们都要手术磨除 第一点 消除一下和平面早接触的问题 对吧 以及这个核干扰的问题 第二 和平面上尽量让它平 平面平面尽量平 再者呢 要保持这样一个横和曲线和综合曲线的问题 咱们叫改造和平面和曲线的问题 那么对于伸长的牙齿 对吧 或者下垂的牙齿等等的 那么这些呢 我要尽量给它修整在一个曲线上 是吧 要实现它的这个改造好它的和平面和和曲线 综合曲线 横和曲线 那么再者我们尽量减小导儿 利于形成共同的就位道 如果缺牙间隙 对吧 都像缺牙间隙倾斜的话 那么这样来讲的话 导儿很大 对吧 想法要减小这个导儿 对吧 让牙齿有个共同的就位道 另外 调整一下导儿 它的深度和它的坡度问题 这样来讲 利于咱们卡环的深入和固位 我们可以修改一些过大的牙齿 过凸的这些轴面 是吧 这都属于牙体预备范畴 所以我们认为的预备 如果你光备那两个数据 这一毫米两毫米这个事 它有点狭隘了 对吧 所以说整体的预备 你要从大方向来分析这件事 对吧 从整个的就位 共同就位道的问题 来咬合关系的问题 对吧 道儿的问题 来全方位的来平衡这件事 所以说之前 咱们一定要做什么 取个模型 做模型观测 当然你就去缺一颗牙 这就比较简单了 也不涉到那么多的 是吧 就位问题了 对吧 什么平均导儿法呀 均导儿法你也用不上 是吧 这里边讲的一定是个权衡的问题 缺的比较多 比较复杂的问题 这里是一道 基牙和宇宙牙的调模问题 再者 除以上讲之外 我们还要适当的模改一下 这个甲角 咱们叫 临甲角 以及临舌线角 临甲线角和临舌线角 你发现这个卡环 看起来有什么不同吗 是不是感觉这个卡环这好凸呀 是吧 感觉非常凸 非常古 为什么 为什么不好看 一个是不好看 对吧 这个 这个捉起来感觉怪怪的 对吧 怎么办 这个甲角 实际来讲 它比较凸 你可以制作之前 稍微给它模改一下 消除一下导儿 是吧 避免这卡环体太高了 对吧 另外 你看啊 如果这两个牙外展细 这牙齿外展细和牙猪 如果说在这 外展细 跟它过小 外展细过小 那么很容易造成咱们卡环尖顶在临牙上 对不对 如果卡环尖顶在临牙上 有可能咔嚓就按进去了 但是一松手 顶在临牙 并没有按下去 这时候啪 就弹上来了 容易引起一件事 这么叫什么 叫弹跳 哎 引起个弹跳这件事 所以说咱们应该把这个外展细 给它磨开 避免卡环尖顶在临牙上 懂了吧 这是咱们修部之前要调整的一些内容 当然不能给它调的跟教科书上长的牙齿一样 对吧 跟理想牙一样 但最起码 过分凸的这些地方 咱们是要修整一下的 好了 当然除此之外 接下来咱们讲的数据部分都是重点 同学们啊 数据部分都是重点 这里边重点讲两部分 一个是支托的问题 一个是锡卡钩的问题 当然大前提下 如果有天然牙 现成的临阶 那我当然现成的位置 我当然就不需要预备了 我们讲的是什么呢 当它没有这个位置 我就要预备出这样一个位置 好吧 那么其中支托这块 包括核支托 对吧 前牙包括切支托 两部分 首先咱们看一下支托干什么用 支托支托 对吧 起到支持作用的 它得放在牙齿上 对吧 放牙齿上 一般来讲 它的位置 在近中或远中的边缘脊上 这是咱们经常见的吧 除此之外 如果没有位置让你放 怎么办 注意了啊 我们一般放在 非功能尖的那个钩上 什么叫非功能尖呢 什么叫非功能尖呢 同学们 这是甲侧 这个呢 是舌侧 是吧 上和的夹尖 我们认为是非功能尖 它的夹钩 可以放 下和的舌尖 它是非功能尖 下和的舌钩 它也可以放 所以说位置不均匀于 必须是边缘级 对吧 有位置就可以放 尽量利用天然牙的位置 好吧 那接下来咱们看一下 长度和宽度的要求 大小的要求 放多大呢 我们把这牙齿 以这颗图片为例 三倍卡环为例 我按照近中远中这 看好了 我画一条线 一分为二 对吧 二分之一 显然没到 再画两条线 把其中一部分 给它一分为二 把这部分也是一分为二 这时候会发现 哎呦 卡环的 咱这核直托的这个长度 正好是怎么样 它的值 这个长度的四分之一 你看 分成四分嘛 正好长度是它的 河面的四分之一长 近远中静的四分之一 对吧 哎 接下来画宽度 宽度 把核直托两侧 延长线画出来 哇 发现个问题没有 哎 这个核直托 正好占了三分中的 其中一份 是吧 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总结 在磨牙中 我的核直托的长度 啊 核直托的长度 是占磨牙 河面 夹 近远中静啊 近远中静的四分之一 对吧 四分中一份 而宽度呢 是占夹舍静的多少 三分之一 知道了吧 哎 只是以磨牙为例 啊 那么有可能说 考试的时候 有时候问我前磨牙 怎么办 你就记住磨牙 就OK了 哎 来一遍吧 长度 磨牙的占多少来 四分之一 是吧 哎 宽度 磨牙占多少来 看这图 磨牙占三分之一 对吧 哎 问我前磨牙怎么办 分母各减一 分母各减一 怎么说来 哎 如果是前磨牙的话 它的长度 就占为多少来 三分之一 哎 静远征静的三分之一 而宽度呢 占为咱们 静远征这个夹舍静的 二分之一了 各减一嘛 就结束了 哎 所以说 有种说法叫 长度占四分之一 或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指磨牙 三分之一指前磨牙 而宽度说 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三分之一宽 指的是磨牙 二分之一指的是前磨牙 这个同学们 可以发现一个问题没有 这就像小马过河一样 本身和之托为了满足它的强度和功能来讲 它的怎么样 它的这个长度也好 宽度也好 厚度也好 它是没有任何变化的 没有任何变化的 那么之所以你放在不同的牙齿上 它参照物发生了改变 所以说才出现什么四分之一 三分之一 二分之一 等等一些数据 所以你考试的时候 只需要备注一种数据就可以了 而考到不同的牙齿上 你把它放大 或者缩小 不就OK了吗 另外 关于赫兔的角度问题 角度问题 我们讲 赫兔的预备 首先预备这个 球凹结构 对吧 而球凹结构呢 要位于边缘几的内侧 这边缘几啊 位边几的内侧 那整体来讲 这个球二呢 来讲 看这角度啊 它是并不是这样的 而是 往上敲起一下 也就是说 这个边缘几啊 跟咱们这个 这个长轴啊 跟咱们这个 球二的角度啊 小于90度 小于90度 另外 它的深度 1到1.5 1是金属盒面起步的厚度 我们在讲 铸造冠盒面的时候 讲的数据就是1 懂了吧 那么这个1.5 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它是个球凹嘛 对吧 因为是个球凹嘛 这个凹正好就0.5 那么这一部分最深的地方 可能就是1.5 所以叫1到1.5 不是个具体数据 现在的数据能记住吧 要知其所以然 这样来才不回报 好吧 好 那么再者说蛇之托 我们蛇之托 现在放在哪呢 注意它的位置啊 尖牙的蛇龙突上 顾名蛇之托 那么具体的 在尖牙的颈三分之一 和中三分之交界处啊 有这样个V字形切剂 看到没有 哎 颈三分之一个中三分之一个 V字形切剂 那V字形切剂在这 好吧 侧面观是这个样子的 哎 这个位置很重要 再者 切指托 不明思义切这托 放在哪 放在切牙上面 对吧 搭在切圆这 啊 那么切这托的位置啊 一般来讲 下和尖牙的 进中切几 或者呢 下和切牙的切端 它们都是一个特点 是下牙的 对吧 是下牙的啊 再者 宽度不说几分之几了啊 宽度说多少来 说2.5毫米 而深度没有改变啊 仍然是1到1.5 这几个数据 一定要给我记住 来一遍来 考试中问你说 磨牙的 那它的 和尖托 宽度是多少来 哎 宽度 记住了 磨牙的啊 一定是宽度三分之一 对吧 切磨牙的 它宽度啊 一定是二分之一 长度的 磨牙的 它一定是四分之一 切磨牙的 是三分之一啊 那么如果问到切牙呢 注意不是几分之几了 切牙是2.5 而深度 不管是放在哪 都是一个数据 1到1.5 记住没有 这1到1.5 是满足强度的 哎 满足厚度的 所以它部分放在哪 的 好了吧 哎 这是关于咱们 核之托的一些数据啊 好 那么在这看 锡卡钩的位置 这个锡卡钩啊 同学们啊 什么时候做啊 我们讲啊 这个联合卡环 是吧 联合卡环 其中一半 那就是尖细卡环 对吧 穿过两个牙齿尖细 当然我尽量要利用本身的这个牙齿的合外展系 对吧 尽量我不抹啊 如果抹的话 换句话说 如果我做的话 它的厚度是多少呢 啊 我们要求啊 它一定啊 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个啊 你不能破坏临界 而且呢 你要抹的话 一定磨成个U型 而不是V型 啊 是U型 而不是V型 V型会怎么样 同学们 V型的话 它会破坏啊 两个牙齿的产生泄力 破坏两个牙齿临界 啊 造成个泄力 一定是个U型 另外 不要破坏接触点 这接触点以上 最好啊 再者 本身 它的这个厚度啊 一般来讲 铸造的厚度 它是不少于1.5毫米的 而弯制的呢 它可以做到一个毫米 啊 所以这里吧 第一个 要去U型圆盾 啊 在这不能破坏临界 是吧 具体的大小 铸造的 不能小于1.5 也是合适的 或者那个最后的那个数据 对吧 这弯制的可以做到1 1到1.5 正好就是合适拖的 这样一个数据嘛 这叫细卡钩 什么时候做啊 通常来讲 单侧确实 对吧 对侧设计 对侧这可能放一个细卡 经常在五六之间啊 四五之间啊 走这么细卡钩 是吧 细卡钩 好 关于可摘GV借的最后部分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关于它代入的时候 一些注意事项 当然这部分内容啊 可以按照咱们普通的临床经验去答 当然了 如果说临床中我做的比较少 咱们可以按照书上规范的答法来总结一下 首先咱们先简单归纳一下啊 代入之后啊 那么代入的内容包括哪一些 如果说咱们将一尺啊 完全的咔嚓一下 带进去比较费劲 那么这个时候你考虑到有什么问题呢 你看考试的时候就会出一些问题嘛 对吧 这个时候你要考虑你带的这个方向的问题 对吧 哎 导二的问题等等的 所以说咱们讲代入的时候啊 要将咱们一尺基因园的地方啊 那么包括咱们GR组织的导二 适当的做一下缓冲 是吧 然后以免啊 你强行按下去 你就拿不出来了 但带的时候 如果真的就按不下去 你不能强行的往里按 对吧 如果真的有障碍啊 不宜就位的时候啊 你不能强行带 如果强行带 一个是患者疼痛 另外你真的咔嚓按进去 你真的就摘不出来了 所以说对应如果带的时候 确实它有阻挡 你相应的要对组织面这个寄托啊 包括咱们的牙体 甚至是牙体啊 做一些缓冲处理 那么另外啊 带的时候这个方向是由前向后啊 还是由左向右啊 对吧 这个要跟咱们之前的设计 对吧 要符合啊 包括在模型 在咱们这个观测台上怎么倾斜的啊 这都要符合的 另外好的这样一个倾斜代入方法啊 对吧 代入的设计啊 能够完全啊 不能说完全吧 能够很大程度上的避免咱们牙和寄托之间这个缝隙的 这样来讲增强它的美观 那么另外 咱们一直如果说出现这个宅贷困难的时候 一定要找好原因啊 简单修改 如果卡环的原因 咱们可以怎么样 松减卡环 对吧 拿咱们机工钱稍微给它修整 如果在这进入导托的位置比较深 咱们也可以稍微的调整一下 包括卡环 包括牙体等等啊 那么再者 咱们铸造支架啊 因为咱们制作的时候 有的时候是完全出活 对吧 直接一次性完成 有的是先试一下支架 对吧 试完支架没问题了 然后你在上面拍牙 对吧 再试蜡牙 最后呢 再完成 那么如果在支架 你在试支架的方面 出现了一些 这个就位困难呢 或者撬动啊 这里边就有很多原因了 当然我们这里边 作为医生来讲啊 我们尽量要先分析自己的原因 那么首先 当支架变形的时候 你首先考虑个什么 是不是模型 设计的时候 有问题啊 对吧 模型设计这个旧位道 它不好啊 不当啊 对吧 或者不利的导 它没填补够啊 包括缓中区 它没做处理啊 对吧 它形成撬动啊 那么必要时啊 可能真的重新取模型了 那么另外啊 咱们书中还介绍了一个 关于支架本身变形的这一说 那么其中支架 我们都知道啊 你发给疆场之后啊 这个模型 对吧 支架怎么制作呢 它先设计嘛 对吧 用蜡给它制作出来 蜡制作好之后啊 咱们需要把蜡怎么样 进行一个包埋 对吧 然后铸造 铸造 然后呢 咱们打磨泡光 最后才能形成 对吧 那么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 它每一个环节中 都有可能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好吧 那么 而我们经常分析是医生的问题 这个支架变形这个事啊 大致了解就OK了 那么关于支架变形 首先呢 你机工拿到咱们这个模型之后 它需要翻印一个模 翻印这个模的时候 它用到一个材料 材料学中咱讲过 穷质材料 家用厂用的那个啊 这个穷质 可不是咱用的寒天 那人用不起啊 是一大堆的这种穷质材料 来翻印出咱们这个模型 所以翻印模型过当中 这有可能出现一个误差了 对吧 可能一模材料的问题了 对吧 翻印的手法问题了 造成一个阳膜收缩 阴膜收缩 变形的问题 那么翻印好之后 在上面扑蜡 扑蜡的时候 实际也可以变形的 对吧 然后再包埋 包埋的时候 如果这个热碰上系数不够啊 也不能补偿金属的收缩 对吧 也会造成变形 另外包好之后 对吧 铸道脱膜的时候 对吧 也可能出现问题啊 对吧 以及呢 把这个蜡从中牙上拖来 拖起来的时候变形了 另外铸道安插的不好 让铸道安插的时候 它不是受热那么均匀 最终导致它收缩 它不均匀 整个支架它就变形了 另外模型有缺损 是吧 模型有缺损 那么坐的时候 对应的支架 它就多坐了一块 随随就有撬动嘛 另外你可以检查一下 看支架里边 有没有这种啊 这个小刘块 对吧 它也会引起撬动 再者 做完之后开合的时候 如果暴力开合呀 也能造成支架变形 另外打磨抛光的时候啊 用力过猛 对吧 支架变弯了 或者刷的 飞出去了 对吧 都能造成它的变形 所以这些啊 加工厂的原因 就是每一个环节 它都可能出现问题 而这个不是咱分析这个主要原因 是吧 你大致了解就行 好吧 大致应该咱们考中级的医生啊 对这块内容啊 应该都有见过 是吧 加工厂整个流程都应该已经熟悉了 好吧 考试的针 遇到这种问题 就按照自己的常规的临床打法来做就OK了 那么再者咱们看 医尺出带时候的检查以及处理问题啊 医尺出带刚才讲就位也没问题了 对吧 已经带上去了 然后这个时候重点检查什么呢 卡环和支托R的问题 要求卡环 仅仅卡在牙齿上 要求密合 而支托R呢 也是要求跟我的支托 底部应该是密合的状态 而且卡环间应该伸进导R区 来看这张图啊 卡环间伸到导R区 咱们讲这个卡环B啊 这叫卡环B 对吧 那么它的尖端这部分 你要伸进导R区 而起始端啊 这部分比较粗的 这个起始端啊 要在导线以上 但这个导线你肉眼你是看不见的 是在计时设计的时候 出了这么一个导线的问题 好吧 出了一个导线啊 而且还得要求什么 咱们这个卡环啊 尖端能进去啊 除此之外别的 什么核支托啊 包括基托啊 包括卡环体啊 这时候都不能进导R区的 对吧 只有弹性最好的这部分 才能伸进导R区的啊 如果说卡环在GR的位置不太合适 咱们可以用钳子给它加以调整 对吧 这是关于咱们这个支托窝和卡环的 这样一个检查 再者咱们看一下 基托和粘膜组织要求啊 基托跟粘膜的关系一定要密合 他说那你这也没密合呀 你注意了啊 我们基托首先啊 应该在飞岛而去 基托你不能进岛而去吧 看见没有 基托不能进岛而去 另外在牙银处的 那这部分我们怎么样 要做缓冲的 要做缓冲的 对吧 所以说并不是咱们讲的严死合风嘛 那么如果说基托跟组织面 它不密合 这时候要找到有障碍那个点 对吧 在这进行加以修整 除此之外 我们还要检查基托的边缘 长不长短不短 对吧 看一下边缘 如果过长了 对吧 那么或者缓冲不够 或者咬合早接触等等的 这都能造成患者的疼痛问题 所以这些都要加以修整的 这关于基托的伸展的问题 再者连接杆 连接杆咱们叫连接体 当然连接体除了杆之外 咱们还有板 对不对 还有板 连接杆咱们要求 它跟粘盘接触要求密合 而且不能有太大的缝隙 太大缝隙 那可能有十五堪塞了 是吧 在这不能接触太紧 太紧的话 那又产生压通了 咱们这里边有很多的数据 在咱们专业知识中 包括第四单元都有可能考 那咱这里 虽然没有具体的挑明 但是这里咱也要了解一下 首先咱们一张图为例 前面的 这叫前额杆 对吧 后面的叫后额杆 前后额杆连接的 这叫侧额杆 那么另外 下额的 咱们有舌杆舌板 其中舌杆跟粘膜的关系 咱们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叫垂直形 这个舌杆跟粘膜是平行接触的 这叫垂直形 而第二种情况叫导二形 导二形要求 咱们的舌杆 一定要导二至上 导二以外 对吧 一定要在导二区预留出一定的空间 而咱们第三种叫斜坡形 斜坡形 这种斜坡形呢 我们要求啊 这个舌杆要跟整个黏膜离开0.3到0.4毫米 跟整个牙槽几十平行的关系 但是要求离开0.3到0.4 这个图是侧面观咱们这个舌杆 侧面观舌杆呢 抛开之后这个半离形 半离形 对吧 上边一个毫米 下边两个毫米 整体看是一个扁条形结构 要求整个扁条形距离一圆三到四毫米 而本身扁条形它的宽度呢 也是三到四个毫米 口底距离满足七个毫米以上 你才能够设计这个舌杆 好吧 这关于一些数据的问题 好 再这看核威的关系检查 核威关系检查 首先呢 我们要看正中要合 对吧 让正中合没问题了 再看非正中合 要求正中合 尽量有个广泛的这样接触点 是吧 如果有早接触的 找到这个早接触 不论是天然牙 还是人工牙 都要给它进行个调和 那么如果个别牙 还出现了咬合比较低的情况下 咱们可以把个别牙 稍微的用自凝材料 用塑料材料 给它进行一个简单的加高 个别的 不是整体都低呢 那整体都低呢 叫咬合距离过低 那得重做了 对吧 好 最后代牙续织 这部分内容啊 其实也是你临床经验的问题 对吧 这部分你就 按照平时怎么做的 怎么答就OK了 当然这个内容简单 捋一遍 简单捋一遍 不是重点啊 首先初代一尺的时候 患者可能有医务感啊 你要跟他交流嘛 是吧 你说这个东西吧 带上之后就是有 有可能会恶心忧突嘛 是吧 影响发音 咀嚼不变等等的 那么加以练习 一般来讲啊 这一两周之后 它会改善的 是吧 要给它信息 另外啊 那么一尺如果说 它这个摘带不方便啊 应该告诉患者要认真练习 对吧 要教他怎么取啊 一般来讲 按住自己的牙齿 对吧 抠这个卡环 而不是拽机脱 拽机脱的话 卡环容易变形的 是吧 不能用力过大 防止这个卡环的变形 是吧 也不能放在嘴里 咔嚓就咬 对吧 一定要伏稳了 给他就位 那么在这初代一尺的时候 一般我们建议患者 不要吃那种啊 大块的东西 特别硬的东西 是吧 如果想吃的话 切成片 切成条 把巧块的 软的 先挑 这个好嚼的东西 进行练习嘛 这初代的时候啊 如果戴完了 感觉黏膜 哎呀 有压痛 对吧 通常来讲 我们要加以休息 暂时取下来 泡冷水 对吧 那当然你要敷诊之前 我要修理之前 你不能完全长好了 你再修理 你要戴着一尺 用一段时间 戴着一尺 或者换句话说 戴着伤口 对吧 来修理 是吧 便于找到 找准这个 压迫点 是吧 便于修整 那第五点呢 咱们饭后饭前啊 原则上来讲啊 应该给他进行一个刷洗 对吧 刷洗的时候注意 防止这个 掉在地上啊 再者 为了咱们支持 这个组织的一个负荷 有的时候需要一定休息 尤其晚上 没必要带了 晚上怎么样 给他摘下来 对吧 摘下来 不能放在热水里 也不能放在这个酒精里啊 一定要放在冷水碗里啊 在这患者如果感觉有哪块不是啊 一定要来诊修理 你不能自己修理 在这如果折裂的时候啊 应该及时修理啊 必要是啊 将折裂这一部分 一起带来 对吧 一起来修补 原则来修理 对吧 来修诊 来复诊一次啊 半年就要来复诊一次 这些内容啊 不会怎么考的啊 对吧 就是临床经验问题啊 如果真出题啊 那都是白送分的 那么接下来一段内容啊 关于咱们覆盖一尺 哎 这个覆盖一尺啊 可能我们做的比较少了 我们来一起学习啊 什么叫覆盖一尺 覆盖一尺 它单指的什么呢 就咱们寄托下方啊 按理说盖的是黏膜 对吧 而现在呢 它寄托下方啊 已经盖的是什么 已经治疗了天然牙根 或者是牙冠 当然这里边也包含了什么呢 种植体啊 这样的一种可摘局部一尺 甚至是全口一尺啊 这叫覆盖一尺 那么被覆盖一尺 盖的这个牙或者牙根呢 它叫覆盖一尺的积牙 啊 来看这个图片啊 常规的组织面 啥也没有啊 对吧 而这里边呢 你看有些精密部件 是吧 这个叫种植覆盖一尺 是吧 哎 种植覆盖一尺 也属于一种覆盖一尺 啊 也属于一种覆盖一尺 那么这里边 咱们首先来看一下 关于覆盖一尺的好处 或者优点 是吧 首先呢 关于覆盖一尺 它的效果比较理想的啊 因为我们正常来讲 当牙齿打出之后啊 剩下的只有咱们这个牙头挤了 而当有牙根的时候呢 哎 牙根的存在 周围还有牙周膜 这样来讲呢 牙槽体的吸收速率会减慢 是吧 而且摇起来呢 哎 也比较有感觉吧 啊 这时候咱们一尺的稳定性 相对能好一些 故位 因为牙槽体条件好嘛 故位也是很好的 而且改善了牙槽体的支持形式 常规来讲啊 咱们叫粘膜支持室 对吧 而粘膜下方如果有了一颗牙 哎 那这个改变了 它原有的支持方式 是吧 变成了牙根支持形式了 是吧 那么再者 咀嚼效率也会大大的提高 哎 这个效果 咀嚼效果 嗯 是比较不错的 那么另外一点啊 关于这个患者的牙齿的软硬组织的健康问题 那么常规来讲啊 如果保留了咱们这个牙根 对应牙周膜也存在 患者周围的牙周 是吧 牙周膜是不是有感觉呀 它有痛压冷温 这些感觉 哎 从而啊 牙齿切削了之后啊 切削了保留了这个小的鸡牙 对吧 小的鸡牙来讲的话 哎 它的侧向力 包括扭力 是不是大大的减小了呀 啊 另外 有了牙根的存在啊 它也减缓了牙槽脊 以及牙槽骨的一个吸收啊 减小了他们的压力嘛 那么这样来讲 减轻了寄托下沉的啊 这样一个可能 好吧 这关于软婴组织健康的这个好处 那么另外 它会减轻患者痛苦啊 你想啊 患者嘴里牙根很多 你告诉患者 你这十多颗牙根都要拔除啊 他心里是非常有负担的 对吧 那么避免了拔牙 对吧 从而呢 咱们可以减小一尺的寄托面积了吧 哎 这样来讲 哎 一尺它也很快会适应嘛 是吧 因为咱们改变了整个的支持形式了 并不是完全的黏膜支持了啊 因为有了牙根的存在了 寄托的面积就不用深那么大 不用深那么大 患者就没有感觉到什么恶心啊 不适啊等等啊 再者啊 我们做了覆盖一尺 实际来讲啊 它是可以栽带的 对吧 这种也是便于修理 便于随时调整的 便于随时往里 咱们这个增补材料 是吧 做一下这个 从称啊等等的 是吧 那 再者说一下覆盖意识的缺点 覆盖意识的下方有什么 有积牙 对吧 如果是天然牙的话 哎 它有取坏的概率吧 所以说 咱们覆盖的积牙有可能取坏 另外啊 这个下方啊 这个积牙周围这个牙银啊 它得不到生理按摩 对吧 有可能存及食物 也会造成牙银的一些炎症 聚集的聚斑嘛 哎 那么再者 我们的意识制作是比较困难的啊 因为本身来讲 它的核银高度 是吧 两个牙齿的核间距离是很有限的 再加上本身有牙根 是吧 所以说它上面制作一尺 或制作积托的 在这制作人工牙 它的这个厚度就很有限 是吧 核间距离小 造成制作了空间有限 再者 有了牙根 对应有可能就有什么 有岛 有骨秃 对不对 本身来讲 这个形态也不是太美观啊 封闭性就比较差 而且里边会存及食物啊 最后 虽然保留牙根 但是它制作起来比较麻烦 它的费用相对比较高 尤其这种种植的覆盖一尺 是吧 我们先往里打上这种植 打到这种植 上方呢 再放咱们寄托 不是寄托 放咱们这个机台 而这个机台呢 对应做的是什么呢 对应做一些精密部件 是吧 瓷性的 对吧 穷帽的 杆卡的 locator的等等的 哎 做了这么些东西 哇 这个费用是相当高的 哎 这一个部件的费用 可能都抵一口 全口一尺了 啊 就是费用相对比较高 这个缺点吧 说费用高这个事吧 哎 也比较合适 是吧 也比较合适 不能说太牵强啊 平时我们可以不考虑费用 但是 这道种植覆盖一尺的 确实费用比较高啊 再来说一下 覆盖一尺的适应症 哪些可以做呢 首先呢 咱们讲啊 哎 缺失牙啊 这个先天性的这种 口腔的牙齿的发育一场患者 包括唇恶劣了 对吧 哎 包括一部分的横牙培 又缺失的 过小牙等等的 牙形态不好嘛 对吧 可以做 但后天的原因 一些患者也可以适合啊 尤其是阴取病或者魔耗造成的 牙灌过短了 对不对 剩的一点了 我又不想拔 是吧 完全覆盖上面吧 对吧 在这鱼柳牙 鱼柳牙的情况 伸长啊 低位啊 错位啊 扭转啊 等等的 都可以做 在这牙周情况比较差 没法当机 但是位置还比较正 是吧 我直接盖在上面了 那么另外 虽然说它是一把牙 但是呢 你为了延缓它的吸收 我就不拔了 这个根我就留着了 对吧 当然前提做完根管治疗 之后会更加增强 一尺的固位和稳定 这叫肯是一类 或肯是二类这种缺失 对核是天然牙的时候 我们更加适合做这种 覆盖一尺 因为天然牙 力量是比较大的 而肯是一类 或二类这种缺失 本身来讲 牙周膜的 牙超级的压力是很大的 是吧 为了减缓它的吸收 如果保留了牙根 这样来讲 对抗对面天然牙 咬核 这也是不错的 这是它适应症 而经济症方面 也是相对的 经济症 咱们讲 当我们的牙体牙髓 牙周 这个疾病没有完全控制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不能完全 你也不管 直接取门了 这是不行的 如果你想留牙根 一定给人一个交代 是吧 做好根换治疗 术后 可以保留 另外 丧失维持口腔 卫生条件的患者 就是他没法保持口腔卫生的 这类患者 咱也是不能做的 生活不能自理的 是吧 这种是不能做的 最后 癫症患者 或者严重精神疾病患者 这也是不能做的 其实这个覆盖一尺 这个相对经济症 几乎也是咱们压体 局部可在意识的 一个经济症 是吧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理解即可 是吧 它没有那么绝对 好吧 选项中出来了 你一看 认可它对就OK了 好吧 好 再者 最后咱们看一下 覆盖一尺 修复之后 可能出现一些问题 以及如何处理 那么首先呢 最终于出现的 当然是取坏了 因为里面有牙根 是吧 再者呢 对应了牙一眼及牙周 对吧 所以说咱们这个维护 是非常重要的 再者就牙草骨的吸收 因为当患者 这个本身有牙根 我们原则上来说呀 理论上 虽然是减慢了 这个牙草骨的吸收 但是如果你保持 卫生情况不好 是吧 恰巧了 再加上这个咬和关系 比较差 这个时候 它真的会下沉吸收的 而且吸收之后 会造成什么 整个的意识 它不稳定 不协调 另外 存在支点 这个支点啊 就引起局部羁牙的 这样一个 复合过大 是吧 从而呢 会加速这个 对应这个区域的 牙草骨的 这样一个吸收 所以它也会出现 一些问题了 好吧 那么关于咱们 覆盖一尺 修复之后的 护理问题 要求一定要 每天刷洗 对吧 然后呢 把这一尺浸泡在 0.2%的绿脊定 10到15分钟 那么最后 要求咱们 3到6个月来复诊 我们常规的复诊 可能是半年 对吧 而覆盖一尺的复诊 时间一定要短 短 一个检查一尺 再一个检查鸡牙 对吧 尤其是有没有曲病 牙周情况等等的 这是咱们覆盖一尺的一些考点 实际来讲 它并没有考你怎么制作 对吧 大致考一些优缺点 考一些性症 经济症 这里边简单看一下 对吧 了解即可 而且这些内容 一读 基本上就认同 就OK了 彻底并不是很难 好 那么最后 咱们来看一下 关于牙裂缺损的 种植一尺的修复原则 当然种植一尺 目前来讲 是修复的一个主流 好吧 那么大原则中 咱们主要讲五个 一个咱们讲 正确的恢复 牙齿的形态和功能问题 第二个讲的是 保持良好的这样 故为稳定 故为支持和稳定问题 再讲 有益于口腔软硬组织健康 以及皆是耐用 最后是美学问题 那么我们可以简单 通过这张图来对比一下 种植一尺 和咱们这个天然牙 什么区别 天然牙齿 咱们讲 这个牙齿跟牙齿骨之间 有牙齿膜 对吧 有牙齿膜 而我们这个种植一尺 咱们讲 这个修复体 咱先不论 看下方 这个种植体 这种植体 跟我牙齿骨之间 没有任何的间隙 理论上来讲 它们直接就形成一个 骨结合 或者叫骨整合 没有牙齿膜的 原则上来讲 天然牙可以有点动度 而咱们这个种植牙 是没有动度的 它是没有动度的 注意这个问题 好 那么接下来 咱们具体来看一下 一些原则 其中第一个 咱们讲正确恢复 牙齿的形态和功能 这里边主要强调什么 尽量恢复到原有的形态 对吧 这边讲到 突兀问题了 逐面突兀的问题 对吧 恢复原有的外星高点 是吧 拎牙接触关系 咱们要点点接触 对吧 那再者尽量分散咬合 消除侧相类的问题 以及咱们加载类的方向 尽量跟肢体的方向 它一致 就种植的方向 尽量跟咱们这个 受力的方向要一致 这里边说到什么 其实我们现在种植中 讲什么来 要以修复为导向的种植 早先讲什么呀 就哪块骨头厚 哪块有条件 我就种哪 至于你修复 你咋修 跟我没关系 但现在医学讲 一定要以修复为导向的 你要考虑未来的咬合问题 那么再者 全口的覆盖一尺 设计一定要为平衡核 那么知道全口一尺 我们众所周知 全口一尺就是平衡核呀 但是全口的覆盖一尺 应该怎么做呀 这里边告诉你答案了 也是平衡核 但是这个全口种植一尺 这里边讲的是 全口种植的覆盖一尺 而不是咱们讲的 all on fall all on sex 讲的不是那种 金属固定桥架 而是可摘的 活动的这一种 要求做到平衡核 那么全口一尺平衡核 后边我会单独拿出一块内容 好好跟你说一说 再者 对核如果是固定一起的 或者天然牙的 那么这种设计 通常来讲 我们也可以参照天然牙 这种设计 叫阻牙功能核 或者尖牙保护核 当然除了尖牙为重置体 除外 你就不能做尖牙保护核了 这是咱们形态功能的一些要求 那么对于固位 稳定支持这些要求 我们来看 首先我们讲重置体的固位力 重置低尺的固位力 这个咱们讲 机台 上方这个东西叫机台 机台它的聚合角度 以及它的高度 类似于合影镜 高度包括跟未来的修复体的密合程度 以及跟支架的固位方式是粘接的 还是螺丝的等等 这些都有密切的关系 这是关于咱们修复体的一个固位力 而支持力你找谁 支持力你找下方 对吧 你找重置体跟牙 重置体跟周围的骨组织 这个骨结合的程度 决定了它的支持力 最后稳定性 取决于什么呀 单颗牙还好说 如果是到多颗牙的三单位的 我们通常来讲 三单位的重置体 它的桥体 它一般来讲 受力都在这个支点线上 三单位的 一二三 重三个 那么他们的 整个的桥体的支点线上 作为受力的 一个线上受力 那么既然是一个线上受力 我们最好把这三点 分布成三角形 分布成三角形 那这样 不能太夸张 大致这样 对吧 形成一个三角形 是吧 这样来讲更加的稳定 三角形分布 或者四边形的分布 再者 如果说有单端的时候 我们要尽量减少 这个悬臂量的长度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中了一个六 对吧 我带了颗七 这个七啊 尽量怎么样 做短一点 我六可以做大一点 这个七尽量做短一点 减少悬臂量的 这样一个长度 这是关于咱们固位稳定 支持的一些要求 好 那么再者 有欲口腔软硬组织健康 这里边是分成软组织和骨组织 软组织中 咱们讲啊 这个袖口 也就是咱们讲这个 银沟 银沟 叫种植体周围组织 是吧 要求啊 这个牙银 要紧密的包裹住 咱们是穿银部分 包裹住 鸡苔的穿银部分 啊 而银沟深度呢 通常要求啊 小于三个毫米 天然牙是多少呢 天然牙是二到三 是吧 种植的要求小于三 那么股组织要求什么呢 说我们植入一年之后啊 平均的股吸收啊 要小于零点二毫米 股吸收要小于零点二毫米 那么再者 鱼肉牙要求怎么样 相互协调功能上 要有一定的互补啊 那么最后 在口外中 有这么个知识点 对吧 我也给它放在 咱们修复的这个 种植一尺的原则里边了啊 关于受植去的一些要求啊 首先呢 我们这个骨块 对吧 我们肢体啊 植入骨块 它有一定的这个宽度 包括它的长度啊 通常来讲 它的厚度啊 注意 我们来讲植入之后啊 它的夹侧 和它的舌侧 你植入一个肢体啊 肢体直径 是吧 以什么为参考呢 一定要以整个骨块的宽度来参考 对吧 要求保留夹侧和保留这个纯侧 至少1.5毫米 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骨头宽 比如说骨头宽8个毫米 骨头宽8个毫米 对吧 那么我在选这个直径的时候 我就要选一个小于5毫米的直径 为什么呀 因为我夹侧和舌侧 至少每侧保留1.5毫米 大致这个意思啊 如果说这骨头啊 才6个毫米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 我的直径可能就选到3个毫米了 是吧 但直径选的细了 对应长度是比较增长了 但长度你还考虑个什么问题呢 我考虑下颗神经管的问题 通常来讲 它长度啊 是这个8到10 但是有的时候 你真的考虑这个 神经管的位置的问题 我们要求啊 正直体要距离下颗神经管 一般来讲 不能少于2个毫米 就离我下颗神经管远一点 对吧 再者 牙牙之间 正直体和牙之间 要求啊 不能少于2个毫米 正直体和正直体之间呢 咱们这个最新版的 这个本科教材讲 不小于3个毫米 但实际来讲啊 就是还是2个毫米 但本科教材中讲3毫米 当然这块组织这个内容啊 它并没有讲 你知道吧 好 那么最后是一道兼顾耐用的问题了 选择机械性能好的材料 我们种植的一般都是什么 一般都是什么 一般都是泰材料嘛 而上方的考虑美观问题 牙应该做什么 做全词嘛 是吧 这样来讲 功能也好 自然也美观 这就实现了咱们整个种植的一个目标嘛 OK 以上 就咱们全部牙列缺损的一些内容 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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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